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来聊星剑 马上就是它的第一次轨道发射了 能不能成功不好说 马斯克都说了,五五开 不保证成功,但绝对精彩 所以我感觉啊,不把发射塔炸了 就算是符合预期的成功了 能离开发射塔一百米再炸 就是最大的成功了 再降落到墨西哥湾和夏威夷炸 那就是里程碑式的成功了 星剑可能会成为星际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发明 大家先记住我用的这个词 星际文明,不是人类文明 回头我们再来说 那马斯克是如何想起造星剑的呢 诶,这就要说到他遭受的奇耻大辱了 在被俄罗斯人嘲讽的吐了一泡口水后 马斯克一路之下就开始了疯狂的报复行动 事情发生在2001年6月 美国有个非营利组织叫做火星协会 他们举办了一场抽款晚宴 准备商量到火星定居的事 门票500美元 然后就满怀期待 向很多名人哗哗哗发了邀请函 结果鬼都没有一个搭理他们 眼看晚宴就要泡汤 这时候一个会员拎着一张支票跑来 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啊,有个叫马斯克的家伙报名了 还寄了5000美元 哇,这帮人赶紧在网上搜索啊 结果发现,哇,马斯克是个年轻的富翁 在互联网上还小有名气 原来马斯克从小就向往火星 两年前把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公司 JPOR卖了3.7亿美元 诶,看见这儿有大帮人在给火星找事 就屁颠屁颠跑来报名 火星协会拉个激动啊 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来了个救星马斯克 马上就到处宣扬 马斯克都寄了5000美元 哇,居然又忽悠了很多人报名 包括大导演卡梅隆 两人在婉宴上越聊越激动 卡梅隆忽悠马斯克给自己的电影投资 马斯克刷 转眼又给协会捐了10万美元 自己又设立了一个叫做火星绿洲的计划 准备开启让人类成为多星球物种的伟大真诚 然后马斯克就开始找人了 找什么人呢 能够和俄罗斯联系上的中间人 为什么要和俄罗斯联系呢 因为他想买火箭 为什么要买俄罗斯的火箭呢 因为俄罗斯火箭便宜啊 美国自己的火箭实贵 买火箭干什么呢 这就要说到这个绿洲计划了 马斯克想送一个温室去火星 看能不能在火星上种出植物来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然后一个叫吉姆·坎特雷尔的人 就进入了马斯克的视线 吉姆曾经为美国政府工作 后来被俄罗斯逮捕 说他是间谍 美国副总统戈尔和俄罗斯斡选后 他才得以获释 发誓以后再也不去俄罗斯 再也不跟俄罗斯人打交道了 2001年7月 马斯克跟吉姆打了个电话 吉姆正开着敞风车 在酷热的犹他州奔驰 马斯克说 Hello I am马斯克 是个B&M丹尔 想搞一个太空计划 咱们能不能见个面 吉姆吓坏了 以为又被间谍盯上了 方向盘都差点打歪 后来马斯克好说歹说 终于同意在盐湖城机场见面 为什么要在机场呢 因为机场要安检 吉姆觉得吧 即使是马斯克有枪 他也带不进去 这样就安全一点 结果马斯克凭借三寸不难之舌 成功说服这个吉姆 再去一趟莫斯科 当年十月 马斯克一行人就跑到了莫斯科 准备购买三枚俄罗斯弹导弹 改造的火箭 你看人家执行力多强啊 短短四个月就干得热火朝天了 不当世界首富都没有天理啊 马斯克找到Cosmotors航天公司 这是一家乌克兰与俄罗斯合作的公司 专业改装制造地涅泊火箭 隔两好啊 五亏手啊 狂灌了一通福特加后 俄罗斯人说八百万美元一枚拿去 马斯克还价说三枚两千万拿来 结果俄罗斯人一通嘲讽啊 说没钱就别玩了 还向马斯克的鞋子涂口水 据说是因为马斯克穿的嬉皮笑脸 惹老了俄罗斯人 还有可能就是啊 人家根本就不相信 私人企业能搞太空事业 马斯克气得灰灰衣袖 不带走一枚火箭 就冲出会议室 叫了两出租车 直奔机场 半空中就坐了一个 后来让俄罗斯人气得吐血的决定 自己造火箭 当时还有一个人 后来当了拿萨副局长的洛丽加福 也是气得不得了啊 他搞了个私人太空飞行计划 让民间人士在俄罗斯新城接受训练 搭乘联盟号去国际空间站旅行 他本来自己想上太空的 结果一个歌手巴斯出价比他高 俄罗斯人见钱眼开啊 就决定让巴斯去了 但后来巴斯财务状况出了问题 也可能只是想借此炒作一下 结果谁都没有去城 所以加福也算是和俄罗斯接下了两子 2002年夏天他和马斯克会面 就商量了对俄罗斯的依赖问题 后来加福更是在奥巴马政府担任 NASA副局长期间 全力推动太空商业化 就是要给俄罗斯致命一击 然后就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了 2002年马斯克以15亿美元卖掉自己核创的第二家公司PayPal 创立了SpaceX公司 最终正起联手 用了十多年时间把猎鹰9号打造成世界上最安全 唯一一款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夺走了俄罗斯所有太空生意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马斯克还多用了几年 俄罗斯人也不算是圆了 截止今天 猎鹰9号火箭已经发射了222次 回收184次 只在最初失败过一次败 是世界上唯一发射成功率 超过99%的运载火箭 相当于只用了30多枚火箭 就送了两三千吨载货到太空 几乎包担了全球所有商业发射 数钱数到手发软 俄罗斯人一哭晕在厕所了 你说土的那怕烤水 还有那咬着不放的400万美元 后果有多严重 只怕想死的心都有了 但更让俄罗斯人郁闷的是 猎鹰9号人家马斯克只是拿来试水的 他一直想搞的是更强大可以去火星的火箭 而且要非常的廉价 可以用作地球和火星之间 日常星际物流交通的宇宙飞船 太贵了就没法商业化是吧 当然俄罗斯人可能也不会太过郁闷 因为这是他们理解不了的 他们只是喜欢喝酒聊天 生意给一袍口水弄黄就弄黄了呗 只要有福特加就行 看看这就是星界 未来的行星际物流客流交通工具 SpaceX是新一代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 即将成为现实的真正的宇宙飞船 一手可以将人类带到行星际空间的庞然巨物 从头到尾它充满了技术和梦想的气息 每一寸钢铁都是工程师们心情汗水的结晶 每一个创新都见证了SpaceX对未来的信心 整个星舰系统高120米 就像一座会飞的小型摩天大楼 它由70米高的操纵型助推器和50米高的星舰堆叠而成 助推器重200灯 可以加注近4000吨燃料 星舰重120吨 将加注100余吨燃料 推进机总费用约90万美元 由此可知 马斯克说未来发射一次仅需200万美元 还真不是吹牛了 由此组成的星舰系统推力强大无比 33台猛轻发动机 总推力达到了7590吨 是史上最强大登月火箭 土星5号的2.2倍 可将总重5400吨的整个系统 轻松的拔离地面 托举到太空边缘 之后由星舰将150吨的有效载货 送入地球轨道或者是太空加油后 将100人送往火星 更为惊人的是 星舰上下级都采用了可回收技术 助推器返回发射塔后 可以马上准备下一次发射 未来将达到一天三次发射 极大的降低太空探索成本 让人类的星际之旅变得触手可及 如果不回收助推器的话 可以直接将1200吨的星舰送入轨道 载货更高达250吨 星舰则根据任务不同有多个变种 返回地球和登陆火星的 因为要穿过大气层 所以安装了全新的热防护系统 星舰的燃料为甲烷和液氧 这是因为在火星上 可以便捷地使用水和二氧化碳制造燃料 为星际探索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火星的低引力 也让星舰无需助推器就能起飞 并离开火星轨道返回地球 另外就是现在很多人可能都还不敢相信的事 那就是星舰还只在打造航空公司级别的安全性 未来在地球上进行进入太空 再返回地球的飞行 可以将纽约到上海的时间缩短到30分钟 实现超快速的交通运输 还能沿途欣赏地球的优美弧线 星舰正式公布设计是在2017年 仅仅不到6年就要发射的 为什么会这么快呢 除了109号奠定的基础外 星舰开发还使用了互联网示威模式 即通过一系列的圆形测试来逐步改进 这种方式被称为快速迭代 可以用极快的时间迅速地达成设计目标 并且开发完成就马上可以量产 目前星舰圆形以迭代至31代 操纵助推器为11代 首次进行轨道飞行的将是S24和B7的组合 至少还有4艘兴舰和3艘助推器等待进行轨道飞行测试 你看看短短20年 马斯克一不小心就混成了世界首富 还抱了20年前被涂口水的羞辱 还有呢就是俄罗斯现在一年的航天预算 只有10多亿美元 可能连SpaceX公司的收入都赶不上 可以说彻底的被马斯克踩在了脚下 这其中的原因呢就是他使用了快速迭代模式 做企业的可以好好的学一学 当然马斯克这个世界首富的位置还不是怎么稳当 城头变换大王旗嘛 时不时就会换人 但一旦新建是非成功 可以想象啊 马斯克将在世界首富的位置上一记绝成而去 甚至可能很快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万亿富翁 但马斯克也遭遇过至暗时刻 至少在列英九号可回收之前 有十多年的时间吧 除了马斯克没有任何人相信火箭可以回收 没有任何人相信离开了国家力量 私人公司可以把火箭搞成功 所以马斯克遭遇到冷嘲热讽 可以说不计其数 刚开始人们嘲笑他异想天开 马斯克还获得了一个外号 宇宙狂人 2006年SpaceX消耗的差不多了 到处找不到钱 马斯克自己又投了一亿进去 媒体连篇累赌 嘲笑他肯定打水漂 2008年01号第四次终于发射成功 NASA和马斯克签了国际空间站 16亿美元的商业补给合约 这次人们连NASA都一起嘲笑 说他们准备用不存在的火箭送货 是一份愚蠢的合约 2013年SpaceX成功发射SES-8卫星 这是世界上私人公司首次 向地球禁止轨道发射卫星 在洛克希德和波音组成的 合资公司联合发射联盟中 一些人认为这非常的荒谬 完全不可能 因为这需要大型火箭和专业支持 他们建议以欺诈罪起诉马斯克 2015年12月21日 猎鹰9号成功着陆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火箭不靠万有引力返回地球 第一次实现了火箭回收 即使这样马斯克仍然遭到嘲笑 只是这次嘲笑有点酸溜溜的了 说这是一个噱头 SpaceX永远不可能赚到钱 2008年猎鹰1号第三次发射失败后 马斯克跑来安抚员工 又对媒体说很快将尝试第四次第五次发射 第六枚火箭也已经在制造中了 但实际上它已经山穷水尽了 根本没有资金进行第五次发射 第四次就是背水一战 为了这次发射 马斯克到处抽钱 员工也一万两万的投进去 明知道打水漂也只有认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与此同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马斯克的另一个公司特斯拉也陷入了困境 融资困难重重 马斯克不得不卖掉了自己的四人飞机 投入特斯拉 马斯克称2008年是他人生中最为痛苦的一年 火箭再失败一次SpaceX就只能破产 好在第四次发射性命的成功了 SpaceX最终活了下来 特斯拉也逐步走出了困境 至于后来很多人津津乐道的 特斯拉上海工厂拯救了马斯克 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那时候SpaceX和特斯拉都已经处于 稳步发展的状态 资本和市场信心也越来越强 马斯克正混得风生水起 故判善赖不可一世 不过特斯拉上海工厂确实是锦上添花 对特斯拉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前面我说 星剑可能会成为星际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发明 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呢 你看啊 地球诞生后本来是个无机世界 35亿年前 有机生命起始于一个单细胞生物 靠互相掠夺能量 不断的演化 终于扩散到了整个地球 我们把所有纷繁复杂的过程全部都抛开 看到的核心问题就是 生命演化 就是不断的消耗能量 来构建越来越复杂 可以到处移动的生物 也可以说是在越来越混乱 不断伤争的宇宙中 通过消耗能量达成商节 构筑局部的有序环境 这个说起来太复杂 我就不深入谈下去了 总之就是生命的本质 就是把越来越混乱的宇宙变得有序 人类出现智慧后 这个进程就被大大的加快 现在地球已经变得非常有序了 生命肯定就要向宇宙中其他地方扩散 人类文明很快就会变成星际文明 这是生命扩张的本性决定的 没有任何人做任何事情能够改变 除非把全人类都灭绝 但下一个文明同样也会扩散到宇宙中 要扩散就需要工具 地球上扩散用马车汽车飞机太空中扩散 肯定就需要星建这样的宇宙飞船了 未来还会造出何等强大的飞船 我们不知道 但星建是现在最有希望的 可能还很原始 但它是人类文明走向升空的第一步 所以我说它可能是星际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发明 在这一点上 人类文明可能还是要感谢俄罗斯人 谢谢他们不卖火箭给马斯克的恩情 要是当初他们2000万把火箭卖给马斯克 人类文明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方向 或至少迟迟走不到这个方向呢 仅仅400万美元的差价 可能就让地球生命演化的历史彻底改变了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好玩啊 这么重大的事情 其实就跟小朋友过家家似的 挨骂了 受辱了 被涂口水了 就不合牛玩了 然后自己发奋图强 头悬梁追刺骨 最终把仇家生意抢走 按在地下摩擦 然后仰天大笑 扬长而去 不带走一抹云彩 另外要说的就是 地球最初都是无机物 无机物没法有序扩散 就弄了有机物出来 然后有机物就搬砖搬山 你看明白了没有 有机物无机物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扩散 所以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你大概也该明白了 尤其是人工智能掐的GBT出来后 以后可能就没有有机物什么事了 整艘飞船变成生命体都有可能 另外一个 我特别强调说是 星际文明 而不是人类文明 希望你不要毛骨悚然 好了 星际的故事就差不多了 这次发射究竟能不能成功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即使不能成功 即使推迟发射 但人类文明 既然已经走到这个份上了 离开地球 扩散到其他星球 肯定就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因为生命的扩散 是写在DNA里面的 是本能 45亿年来 最伟大的时刻即将来临 生命 就要由地球走向宇宙 走向遥远的星辰 开启人类文明的星际篇章 我们每个人都是见证者 真的很荣幸 我是徐乐文 强播最新最前沿 最有趣的科学 欢迎朋友们 关注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